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外界认为战后俄罗斯将面对的是经济大危机 俄旅业大王奥列格·德里帕斯卡警告称 最为严峻的时期最低也要持续三年 严重程度恐达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三倍 据悉现在卢布狂跌 俄国通货膨胀加剧 来自欧美的物流陷入停滞 制造业也受到很大影响 如此严峻的情况也令人想起 计划经济陷入僵局 柜台货物销售一空的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的混乱 另外美国安全智库列克星顿研究所 营运长汤普森对福比士表示 普京的误判不仅导致状况不佳的俄军出现惨重损失 更让冷战结束后 常年安逸的欧洲国家惊醒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三天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便一扫多年来的反军事态度宣布 未来国防预算将至少达GDP的2% 较原定计划提前近十年 还提案建立113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 用于重建武器库 汤普森指出侵略乌克兰唤醒了沉睡中的德国 以及原本逐渐分崩离析的北约 反而让俄罗斯未来面临更强大的军事威胁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 有内部人士透露 美国告诉盟友 中共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支持其入侵乌克兰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向欧洲和亚洲盟友发送的电报 没有说明中共是否已经表明将在未来帮助俄罗斯 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提供军事支持 电报也没有说在冲突的哪个阶段 北京似乎愿意提供帮助 据悉金融时报周日的报道称 美国官员表示 俄罗斯已向中共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 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入侵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周一对这些报道做出反应 称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不断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消息 但他并未具体否认这些报道 另外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克夫当天也否认了 曾向中共提出任何要求 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拒绝透露 中共是否在俄罗斯提出请求后 提供了军事支持 但他表示 五角大楼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局势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3日告诉CNN 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我们已经向北京表明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他警告 规避制裁的重大行动绝对会有后果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智囊团的美国外交官哈斯 发推说 如果援助俄罗斯 中方将面临实质性的制裁 并将自己变成国际器儿 是中共拒绝了 遨有与西方合作的可能性 另外 3月14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已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 在罗马秘密会面 多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苏利文将向杨洁篪强调 如若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 将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孤立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官员称 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一直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无人机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13日发表推文说 俄罗斯被孤立 经济停滞 资源消耗殆尽 这是一个独裁政权 对另一个独裁政权的绝望请求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智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查理德恩·哈斯 在推特上说 有报道称 普京向习近平寻求军事帮助 这样就意味着 中国自己将面临实质性的制裁 如果中共拒绝的话 至少可以保持与美国和西方的合作 这是习近平、中国和21世纪的决定性时刻 如果中国继续站在普京一边 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经济或外交支持 短时间内将面临制裁 长期内将面临美国的深刻敌意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 整个作战计划被打乱 截至至3月11日 俄罗斯已经发射了775枚各式导弹 按理应该能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军事设施 如防空雷达、通讯指挥中心、机场等 但实际效果不佳 而且俄军的导弹精准度也值得怀疑 中共央视在开战初期曾大力吹捧俄军 称俄军骨干装备的导弹精度在20米以内 伊斯坎德尔系列导弹精度在5米以内 但在实战中 俄国导弹是由射偏目标多次打到平民区 而乌克兰军方却表现出了堪称 令人惊艳的特种作战能力 有分析称 俄罗斯虽然有不少军事卫星 可能卫星受到了干扰 或导弹在飞行中受到了干扰 但乌军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可能是美国和北约军方已经秘密参战了 北京2022年东曹闭幕市 13日晚在国家体育场去行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6名常委 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同亮相 但身兼常务副总理的韩正却蹊跷缺席 韩正近日被曝 曾与孟建柱合力提拔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孙立军落马时被指 政治野心膨胀 中共高层官员出席东曹闭幕市 中共七常委中独缺韩正 引起外界猜测 是身体原因或是另有引擎 目前尚不清楚 不过几天前 韩正还频繁亮相 3月10日 中共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闭幕 韩正出席 3月11日 他还参加了全国人大闭幕会议 与此同时 韩正的丑闻 近日被海外的中文媒体热炒 3月1日 自由亚洲电台夜华中南海专栏文章称 由习近平亲信 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红 负责的肃清孙立军 政治团伙专项调查小组 把韩正也扯了进去 当年正是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韩正 把孙立军推荐给了当时的公安部长孟建柱 据悉 韩正复兴任职之前 长期在上海市工作 被认为是江泽民家族的利益代理人 文章披露说 本来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孙立军 早年被韩正相中 成为自己的英文秘书 韩正2008年春 向孟建柱推荐孙立军的时候 孙立军还只是上海市外办的处长 但因为孟建柱不愿意被诟病 越己提拔上海亲信 心领神会的韩正就先利用自己 在上海市政府的职权 把孙立军提升为市外办副主任 然后再办理从上海到国务院公安部的调令 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2020年4月落马 至2021年9月被双开 官方公报孙立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 现在回头来看 孙立军就是上海帮选中的政法系接班人 经由韩正推荐 到了孟建柱身边 组建未来江派在政法系统的接班团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1日 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中说 今年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确认明年将卸任 有关李克强的未来走向和总理接任者引发猜测 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认为 从年龄看 李克强理论上是有可能转入人大或者政协 但以李克强近年无心恋战的表现 以及习近平一尊独大的格局日益强化 李克强全退的可能性比较大 总理接任者问题也引发猜测 外界多认为接任者会从副总理中产生 目前的国务院副总理包含韩正孙春兰 胡春华刘鹤 中央社报道称 孙春兰刘鹤因年龄问题留任的机会不大 但由于中共内部也有七十封顶的说法 现年68岁的韩正仍有接替李克强的可能 文章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总理接班人的 应该是韩正和胡春华 时评人士钟原也认为 李克强的接任者应该在目前的副总理中产生 但他表示 韩正68岁上海帮江派背景 基本上决定了他已出局 年龄最大的孙春兰 1950年生 已经72岁 也基本出局 若习近平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 刘鹤还是第一人选 胡春华可能与刘鹤竞争 在中共体制内 有不少朋友的旅澳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韩正肯定不行 至于习近平整不整治他 那就看他最后听不听习近平的话 不听话就整 中央社报导称 直至人选最后确定 一切只看习近平如何看待 中共的这些规则及惯例 以及习近平认为 谁最能与他的共同赋予目标搭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